畫面中可以看到一名駕駛 因為沒有開大燈 招遠景攔茶 過程中他滿臉通紅 全身還散發濃濃酒味 遠景詢問他是否喝酒 還一度心虛到狂冒冷汗 甚至謊稱自己是有慢性病 身體不舒服才會這樣 不過十字九冊果然真相大白 來帶你看一段當時情形 事發在18號深夜11點多 高雄三民區九如二路 這名料性駕駛自己先擠杯黃糖下渡後 又要和朋友赴約 但他心存早信貪圖方便 沒想到卻遇到遠景 儘管他不斷用病情來掩蓋緊張 但人遭遠景錯破謊言 酒車子明顯超標 被一公共危險罪移送偵辦